好 世聰要帶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人一口氣 上不來 走了 死後的世界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這個英國人 他死了7分鐘 醒過來了 活回來了 畫下了這一幕一幕 這什麼意思 對 我們都對死後的世界 到底是怎麼樣 感到非常好奇 那這位英國的葛雷沃爾 以前的藝術家 他就畫出了這個死後的世界 在五年前的時候 某一天他突然之間覺得 因為他原本就有心臟病的病史 就突然之間就心臟驟停 心臟驟停的時候 家人當然馬上把他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在那邊幫他急救 幫他急救的時候 因為他驟停的中間 大概有7分鐘的時間 這7分鐘的時間 他就說他不是沒有知覺 他在那7分鐘之後 經歷了他生死徘徊中間的這個世界 他說他當時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他說他一開始的時候 覺得他好像真的要慢慢的死去了 大腦跟身體的活動 慢慢慢慢的驅緩 他說當時他好像處在一個 虛無的這個環境中間 但是他說他還有感情 他還有感覺 都還是存在的 突然之間他就醒過來 所以醫生就急救成功了 醫生急救成功 因為他曾經有7分鐘的 驟停的時間 因為他7分鐘驟停之後 他再也沒辦法回到這個舞台上面 所以他就只能夠轉做一個行為藝術 他就開始拿起畫筆 畫出他這個死去中間 他記憶中間的死去的世界 所以他畫下這個 很奇妙的這個附畫 裡面有很多隕石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上邊是綠色 下面是紅色這樣一個附畫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只是說 他當時看到的世界就是這樣 很交雜 不是立體 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是他所意象中的這個死後世界 但是至於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目前也不知道 7分鐘 死了7分鐘已經是超級大新聞 回到台灣來看看屏東 這個少年居然是死了6天 又回來了 對 沒錯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的時候 我們到屏東這個溫府王爺 他有一個王爺記 王爺記的話 都會有一個人出現 叫做陳文山 陳文山他是誰 他是我們王爺記的陣頭裡面 中間有一個要牽著王馬的馬夫 他已經連續當了36年的 牽著王馬的這個馬夫 他已經服侍了王爺36年 人家就訪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服侍王爺36年 他是說 因為民國55年的時候 王爺救了我一命 為什麼民國55年會救了他一命 事實上他是屏東水底寮的人 55年當時他還是16歲的少年 有一天他在家裡面 睡覺睡覺的時候 突然之間 他的父親要來叫他 因為想說這個小孩睡這麼久 去把他叫醒 就叫醒他的時候發現到說 他已經沒有心跳呼吸了 好像已經很往生的 這樣的感覺 馬上就打電話叫119 然後把他送到大鵬灣 因為附近就是大鵬灣的 空軍醫院 然後送進去之後 這個醫生就說糟糕 進去的話已經量不到 血壓脈搏呼吸都沒有了 死了 醫生的判定是說 因為他可能因為心肌梗塞 導致他過世 但是醫生也沒辦法開出 這個死亡證明 因為醫生就說沒有錯 他是不是好像死了 可是他的屍體 我們要人過世的話 屍體會冰冷 他屍體還沒有冰冷 而且沒有僵硬 醫生就說這樣好了 你先把他屍體領回去 如果真的過幾天的話 我們再來開這個死亡證明書 所以他父親 他父親跟家人 就把他屍體要領回家 領回家的時候 因為這個水底老人 當地有個習慣就是說 如果你過世的時候 不要再進去 所以他爸爸就把他在莊外 大一個棚子臨時讓他把他停出在那個地方 他停出在那個地方 他們家人就在那邊唸經 那原定是說 死後的第四天就要把他下葬 就想說趕快幫他辦後事 結果他的奶奶 他媽媽想說 我這個乖孫 十六歲就貴心 很捨不得 於是他媽媽就跑到東榮宮 去求我們王爺 就說我們這個孫是怎麼樣 真的敢是不求還是怎麼樣 就是那個王爺居然降機 降機跟他說 你們孫還沒回去 所以他就說你再給他等兩天 你說他原本是四天要下葬 再多等兩天看看 可是連醫生都覺得 已經完全符合死亡的定義了 對 結果沒想到 他回去的時候 因為他媽媽已經拿到 王爺的聖譽 他當然就一直跟他堅持說 不能把他定關 不能把他棺木合起來 一定要等他 等他 再等幾天 再等幾天 結果說也奇怪 真的就在兩天後 也就是他死後的第六天 他們家人那一天要幫他唸經 在唸那個腳尾經的時候 在唸唸唸唸唸的時候 突然之間 他原本是躺在棺木裡面 棺木都已經他躺在裡面了 突然之間他就整個人坐起來 嚇死人了 然後所有的在當場 那念經的人全部都嚇一跳 然後他真的就活過來了 然後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沒有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說 感覺我是做了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夢 睡了一個非常久的覺的這樣關係 因為他就是真的被王爺 這個神域下來的時候 死六天之後 因為他沒有被釘關 你看多準 他講兩天就是兩天 如果你再多半天的話 活活一個人要醒過來 他也初步來了 對 沒錯 事實上這種離奇的狀況的話 不只是我們剛才講的兩個故事 連王文陽先生 他都有那種靈魂出竅 平死的經驗 是嗎 王文陽 對 這是他自己的書裡面 寫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知道說王文陽 他這幾年的話 他是信佛教 但是其實他早年不是信佛教 他早年的話曾經是 他們王家最早接觸 這個基督教的教義的一個人 他說他是他們家 從他爺爺王長根之後 第二個信教的人 但是因為他經歷過這件事之後 他就改信佛教 為什麼 這件什麼事情 他說他在約莫是38歲 39歲的時候 他當時還在台塑上班 那在台塑上班的時候 因為他說他其實過去 就有這種所謂的藥物過敏這個問題 可是他覺得他也不是很在意 因為他覺得他年輕 身體還會很快 結果他有一次就是因為 他就有小感冒 小感冒 咳嗽跟喉嚨痛一直沒有好 他就去拜訪這個 就去要求他們長根的醫生 就說你開一個藥給我 長根的醫生就開了一款 新的抗生素給他 結果他吃下去之後 吃下去之後 因為沒想到覺得身體不對勁 他說他吃下去的一桶死 就覺得肚子好痛 然後就跑到廁所去 跑到廁所去之後 他就跪在廁所那邊去 結果他再也站不起來 站不起來 他就好像整個人 就已經趴在那個地方 幸好是有這個工作人員 還沒有下班去發現他之後 發現他整個人不對勁 因為有沒有 以長根大樓跟長根醫院 就在附近 就趕快把他攀扶了從長根大樓 慢慢把他攀扶到長根醫院 結果攀扶到長根醫院的時候 他已經完全休課沒有意識了 沒有 休課沒有意識 他當時是長根的小王子 大家當然很擔心 所以長根的急救團隊 開始慢慢在救他 其實已經救了好久好久的時間 在救了這個過程中間 王文養就說 他在這個時候居然看見 別人在救他自己 也就是說他當時 他不是躺在床上 他說他當時是有意識 他說什麼 他當時是好像浮在空中 然後一直在看 他就說他看到一堆人 一堆醫生 護士 然後大家大顆光 七四顆光 然後在那邊一直幫他 這個呼吸 然後幫他急救這樣一個過程 他說他一直在旁邊看 他就站在旁邊 飄在空中那邊看他自己被急救 結果急救 急救 都一直沒有辦法的時候 突然之間這個吳德朗 也就是我們前長根的院長 院長 對 院長他回來了 回來之後 當然他們就急診步了 全部都把他就 他說 吳醫師 吳醫師 我們這個小王子 他現在真的好像不太對勁 趕快來救他 結果吳德朗一進來之後 他看到 吳德朗說 他看到王文陽的樣子 就知道說糟糕 再不急救他可能就會過世 所以吳德朗就開始幫他 做這個心臟按摩 現在那麼 王文陽都說 他在急救的時候 他都看了一清二楚 你現在描述的是王文陽 上來的視角 對 他就在那邊看 他就看這個吳德朗 對 吳德朗一直在那邊急救 幫他做這個心臟按摩 今天幫他做心臟按摩 但是他說他後來看到吳德朗 因為我們知道心臟按摩到最後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你就要打強心針 這王文陽都描述得非常仔細 他就說 他就拿出了一根針筒 那針筒的話 前面那個根好長的一根針 而且又很粗 又很大 他說他之後才知道 原來那是強心機 就要打到他的心臟去了 那他後來就真的眼睜睜看著 吳德朗就拿了一根針 刺進他的心臟 就他說 他就說 這個過程實在太久好無聊 他待在這個地方好無聊 他說他還到其他地方去晃了一圈 晃了一圈回來之後 他就想說突然之間 他就量 這個精神就突然好像消失 然後眼睛又睜開 他就躺在病床上 原來他被救火了 那吳德朗就說 我已經花了20分鐘救你 結果他就說20分鐘 我也在看著你救我 那他就覺得這一段故事很... 好 我們再來 清皇要給我們來看到 一般我們講人 在這一世大限時間沒有到 誰都不能剝奪 你活下去的機會 來看這個孩子 時間還不夠 連上帝都拒收 他死了四遍 你看人家現在怎麼好好的呢 沒有錯 在美國有這麼一個13歲的男孩 他遇到了一場很離奇的車禍 結果造成他的顱骨 有七處的骨折 在中途一度四度 接近腦死的狀況 他竟然在把管的前一天 奇蹟似的活了過來 而且這個男孩還告訴你說 他相信這是上帝要救他的 他到底去了哪裡 對 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其實是在美國阿巴馬州 這個地方 有這麼一個男孩叫特倫特 那麼這個男孩13歲 他跟著他鄰居 然後還有他的朋友在幹嘛 在玩一個沙灘車的遊戲 就小朋友前面有一個人 坐在沙灘車上 那他在後面幹嘛 讓他拖著 結果沒講到拖著... 既然發生了翻覆 你知道發生翻覆的時候 因為同時還有一個小妹妹 跟他一起坐著 他把小妹妹推到旁邊的草地上 小妹妹沒事 結果特倫特摔倒在水泥地上 頭撞到水泥地 然後沙灘車也壓在他的頭上 所以堆疊下 造成他有七處的蘆布的骨折 那麼這當然趕快送到醫院去 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醫生跟他的爸媽說 這過程真的很不樂觀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努力的要救他 但是真的他的狀況接近腦死 甚至最嚴重的情況之下 過了一段時間 他已經沒有辦法自主呼吸 必須要靠機器的協助 他才能勉強維持生命跡象 到這個地方他一步一步一步 走向了死亡了 對 沒錯 然後醫生再告訴他爸媽說 你的兒子再這樣下去 他也是痛苦 那要不要把他的器官捐贈給 有需要的小朋友 就讓他比較沒有痛苦的走 那他的爸媽在心痛之下 簽下了同意書 可是奇蹟來了 就在他要把管的前一天 他突然恢復了 開始能自主呼吸 恢復自主呼吸之後 當然醫生就覺得說 這小孩子看起來有機會有救了 所以經過三次腦部手術之後 人竟然就這樣子救活救回來了 救回來之後 他們就問他就說 那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雖然還是不舒服 但他說他相信他的命 是上帝救回來的 那他爸媽就問他 為什麼你會這麼覺得 他說在他昏迷的時間裡面 他看到自己走在一個 大大的平原上面 他覺得很平靜 他認為說如果不是上帝的話 他的命怎麼可能這樣救回來 所以當年這個孩子 他到底看到那是什麼光 如果上帝不收他 他到底去過那個 真的叫天堂的地方嗎 在中國四川 也有這麼一個老人 上帝也不收他 沒錯 因為有個很類似的情況 既然也發生在中國的四川 是在四川疑病這邊 有一個76歲老人家 他叫黃文光 那麼這個老人家 他是得了食道癌 得了食道癌 因為你知道不容易下咽 吃的東西不容易吞咽 所以他一段時間 就是沒有進食之後 然後後來就是沒有了呼吸 沒有呼吸 家屬要幫他辦後事 要辦後事當然就請來 傳統的那種道士來做法 家屬在那個地方 然後棺木在前面 然後這個老人家就安置在裡面 然後準備做法完之後要封關 結果後來發生一件 很離奇的事情 什麼事情 旁邊的工作人員發現什麼 發現怎麼那個棺木有個縫 那個縫是怎麼突出來的 所以就走過去要把它蓋起來 結果往下一壓的時候 壓不下去 那一往下壓 下面有個力量再往上再反彈上來 那這個工作人員就覺得 怪怪的怎麼會這樣 結果後來發現有一隻手 把這個棺木的頂蓋撐了起來 然後他又看著有個人 瞪大的眼睛看著他 所以這個老人他已經入戀了 然後可能再過幾個時程 他馬上就要被葬到土裡去了 結果他根本沒死 沒錯 因為這個工作人員看到就嚇死 趕快跑出去 結果大家趕快來看一下 這什麼狀況才發現說 這個老人家他竟然沒有死掉 他恢復了呼吸 他坐了起來 太好了 那坐了起來之後 他開始怎麼樣 因為當時時間是在1月8號的時候 那所以老人家坐了起來之後 他的這個子女就問他 那爸 你要不要吃藥 他說好 我要吃藥 結果藥也吃了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吃東西 也拿東西給他吃了 那他們就問他說 他說你剛剛知道你已經沒有呼吸了嗎 老人家竟然跟他的子女們說 沒有 我剛剛才去哪個街口 幫誰去看了病而已 還幫他開了個藥 還收了80塊回來 那結果老人家講這句話的時候 當然一方面是說 他本來再次是個土醫生 二方面告訴你說 老人家那時候可能沒有完全死亡 他是可能做夢夢到那個場景 所以等於說到1月9號的時候 這個老人家還沒有過世的徵兆 但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老人家竟然跟他的子女說 你又不是在做打繞關的事情嗎 什麼叫打繞關 就是說人家要過世對不對 長輩要過世 家屬在道士的帶領之下 繞著關材這樣繞繞的 這叫做打繞關 也就是老人家彷彿知道自己 可能還是會走 叫他的家屬 繼續打繞關的動作 結果果不其然 在11月11號的時候 1月11號的時候 這個老人家他就真的過世了 所以郡相你看 這是不是非常的離奇 另外一個離奇的事情是 我們知道所謂的孟婆湯 孟婆湯其實就像橡皮擦一樣 說法是 如果你孟婆湯沒喝完 那麼前提是 前一段旅程的記憶 你就擦不乾淨 我們來看英國這個小朋友 肯定連一滴都沒喝 這是什麼荒唐的記憶 沒錯 英國這個故事非常的知名 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前世今生的故事 英國還為了這個小男孩 叫做卡梅倫 為了他拍了一部 我曾經活過這樣的紀錄片 那是什麼事情 因為在英國 有這麼一個小男孩叫做卡梅倫 這個卡梅倫非常離奇的是什麼 是他出生到會講話之後 你知道他第三個智慧 學會的智慧很奇怪 為什麼 通常小朋友先學會什麼 爸爸 媽媽 他第三個字叫巴拉島 那當然是用英文講 那他提到巴拉島這個智慧 爸媽就覺得很奇怪 我從來沒教過你這個智慧 你也從來沒去過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會巴拉島這個智 結果沒想到卡梅倫 講了更多跟巴拉島有關的事情 我在那邊有玩具 那個島上風景很漂亮 我在那邊有爸爸 有媽媽 有哥哥 有姐姐 甚至到了他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 他竟然遇到什麼狀況 爸爸去上廁所 因為全家只有一間廁所 這個小男孩卡梅倫竟然抱怨說 我以前在巴拉島的家 有三間廁所 你在講什麼 你小朋友一個 那一段記憶到底怎麼回事 沒錯 尤其再大一點的時候 卡梅倫開始會畫房子 一個在海邊的房子 一個家裡看得到海的房子 那麼他媽媽這時候就開始緊張了 就我的小孩子是不是精神上 怪怪的有毛病 結果後面又遇到什麼狀況 他竟然開始說 我好想念我巴拉島的媽媽 他的媽媽這時候聽得急了 就問他說 媽媽跟你的巴拉島的媽媽 你比較愛誰 小朋友竟然跟他說 我兩個都愛 不對... 我就在你面前 我才是你唯一的娘 沒錯 所以他的媽媽 這時候決定怎麼樣 好 那我們這輩子 雖然沒去過巴拉島 那我們就真的去一趟巴拉島看看 結果他們就帶著這個小男孩 真的到巴拉島上面去了 結果你看 就像飛機這樣子 帶著這個小男孩 到巴拉島上面去了 小男孩一來就看 就是有那個白色的房子 你看 那就是我講的房子 那我們進去裡面玩吧 我的玩具都還在裡面 這句話一講出來之後 你是他爸爸你會不會緊張 我頭皮發麻 問題是裡面有住人嗎 這就是關鍵的問題 他進去了之後 你看小男孩一臉很失望的樣子 他覺得這房子 怎麼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樣 第一 這房子舊了 第二 我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在哪裡呢 他發現這些當年四五十年前的 那些人根本就都已經不在了 這就是一間空了的房子而已 那這些住的人 也不是他的爸爸媽媽 所以卡梅倫到了房間去之後 反而就是若有所失 但是這件事情對他媽媽來說 反而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 因為當卡梅倫回到自己家了之後 他就告訴大家說 我當初的家真的跟我現在看到的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他說這個就是我當時我的家 就是那個樣子 在至少去了之後 這個小孩子好像找到心裡的平靜 那所以他的媽媽才鬆了一口氣 而且有趣的是什麼事情呢 那人家就問他說 那上輩子你是在巴拉島的家裡的 那一個男孩 那這輩子你是怎麼來的 這個卡梅倫竟然就跟他的朋友說 我就是從天上掉下來 掉到我媽媽的肚子裡去的 這個說法我們好像也似曾聽過 所以剛剛我一直在等 等屋子裡有沒有住了 哪一個誰 一個老人 跟他把這個圓圈給兜起來 可偏偏缺了那一環 沒有把這個圓圈給兜起來 但是裡面的那個房子 這個島上的環境 一模模一樣一樣 沒錯 而且還有一個 最離奇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小男孩有提過他爸爸的名字 結果他爸爸的名字 假設叫Bobson好了 結果你知道嗎 他跟他的媽媽 到了島上面去的時候 島上的人真的跟他說 那間白色房子的男主人 在當時他就叫做Bobson 所以慶華 我覺得你每一次 來節目當中去講這種穿越 前世今生的東西 這拍成紀錄片 這是很有科學的 對 因為他的背景 就是在前世今生這一本書 當年衛斯醫師所寫這本書 最紅的那幾年 所以當時他的媽媽 也曾經試圖要去找衛斯醫生 你能不能催眠一下我的兒子 看看能不能幫他 再找出前世的記憶 可是你到最後看到的是 他的媽媽選擇的方式是 我直接帶我的兒子 就到巴拉島上面去 讓他直接面對那些 他所說的前世的記憶 到底在不在 結果這個方式呢 反而成為撫慰他兒子心靈 讓他兒子找到真正平靜的方式 邀請您 一起加入57報新聞會員 跟俊夏一起 挖真醬